伸手抓一把阳光 乘着风翱翔点亮 四面和八方 色彩像灵魄 缤纷又奔放 我要活得不一样 心中沸腾的希望 带着我勇闯 所有艰苦的城墙 身上泪和伤 凝聚无穷能量 看我发热又发光 到明天记得莫名字 用我选择的方式 梦想重新开始 每一步都有不变的坚持 只有我能写下自己的精彩故事 世界看见我样子 青春骄傲的标志 梦境重新开始 灿烂星天地 美丽高兴晴 未来的路灯 我展翅高飞 而去 灿烂星天地 灿烂星天地 我都回来了 不过来上班了 哥 不好意思啦 我是想说可不可以再跟我几天 因为我 算了 跟你讲这个你不会想听的 不 我想要听 你跟我讲 我这次下台中 就是去找中南部一些大哥 想请教他们 看看有什么办法 可以帮我把这公司好好地解散掉 那榜牌就榜牌 人家的公司是有健全的路 健保 那榜牌要改善 卡上贵夫就好走啊 事情没那么简单 而且这些小弟跟我这么多年 我有义务要好好的 天分做安排才行 那就选择就不够了 又要打冠了 好啦 还要你几天时间去处理你的事情 我知道 你对你那样的兄弟 中情中意 但是国后 你千万五千年你那样的兄弟 去拌卸掉你自己 我知道 天气变冷了 变化这么多 你的胸敢不会疼吗 没关系啦 关系啦 自己的身体要顾好 你设计图都画好了 对 我画好了 你不要因为不想帮他画 你就草率完成了 设计图上面有我的名字 我不可能会乱画的 那你在忙什么 好像总监的那个年菜 我在帮他们设计 包装上面的贴纸 他们最近要开始配送了 那会不会来不及 都快过年了 对 我弄得差不多了 一定来得及 那 那个设计图 你什么时候要交给蓝小姐 明天吧 吃个忙完之后 我就看愿意识解 那你先忙 我不吵你了 就是这个戒指 每个人看到这个戒指 都要叫我大大姐 而且我说什么 他们都要做什么 比如说福利挺身 他们都要做福利挺身 小姐怎么那么厉害 我还带着他去跟那个南哥谈判 南哥是黑到老大吗 他就是黑到老大 而且我还跟他争执之后 他还哭着跟我求劳 你一个女生 好像跟黑到老大争执 你不怕 不用怕 我是大大姐 有什么好怕的 你怕他 大大姐 大婷可以见回来了 叫大姐 什么大婷 大婷姐 会不会聊天 你怎么办事变大了 你还连变大了 前面要怎么瀏海 你不用拿那么多 我要拿到家的 你再小气 所有人在买就好了 现在防疫期间人那么多 出去很危险 安蓝买就好了吧 什么都可以买 而且直接送到家里 根本就不用出家 喂 干嘛 我刚到家 好了 那你在哪里 好 拜拜 对啦 这么晚 我属于周文 感觉听起来心情不太好 那你刚刚都说什么大婷 我跟你说 他现在就大婷逃 他只要秀出那戒指 大家都要听他的 就是这个戒指 每个人看到就要叫大大姐 来叫大大姐来听一下 你生命括号 大姐的讲话没有在听 人生风急 不论你三二十下 你怎么被我演哭而已 叫大姐 喂 安亮 不好意思这么晚打电话给你 因为我们今天一整天 都找不到学文 对 因为我们这个月的报价单 还没收到 我想问一下你 没关系 明天也可以 你现在要过来 我跟郭阳是不会那么早休息 好 好 那麻烦你了 谢谢 好 待会见 那个 那亮要拿报价单过来给文 那许文呢 我不知道 他没说 你是不是心情不好 我心情很好 没有啊 我心情很好 是吗 你不是都在别家 试好婚纱了 怎么突然跑完我们家 就觉得你们家手工 定制婚纱漂亮 不行吗 是因为林书凡吧 还当着人家女朋友面 说要试同款婚纱 难道女人就一定要结婚 其实自己一个人也不错吧 你不是一直想结婚吗 再说了 你男朋友不是对你很好 你说什么他都说好 要珍惜啊 珍惜什么 我说什么都不算啊 我比个公读生还不如 你这样讲 让亮亮听到他会很难过 冯静 你们今年爱情公寓为如 你就算我一个吧 什么意思 今年你们结婚第一年 你不会回去过 你们在吵架 没有啊 我跟亮亮没有吵架 我这么爱他 你那么爱他你还躲他 你这什么突然心态啊 你不面对 难道你一辈子都不回去了吗 是我在家里面 我要被别人念 我到公司里面 我要被别人讲说 我是靠老婆 你不会懂我的心情 这种问题要跟亮亮讲啊 他那么喜欢你 还跟你结婚 那你呢 遇到问题你就躲 这样算什么男人 冯静 我是来讨拍的 不是来讨骂的 你要讨拍 你找宋灵哥 你找我 我就把你骂到心为止 冯欣 我就是因为找不到其他人 现在大家都有家庭 我 不好意思 你刚好找那个没有结婚的 我没办法帮你 你就不能默默的听我讲话 陪我喝酒 我请你啊 听你讲 然后呢 问题有办法解决吗 只要亮亮和爸爸在的一天 事情跟问题就没有解决的一天 先生 不好意思 她是亮亮的爸爸 不然你跟亮亮离婚 我没有这个意思 你就是这样子 近期还是被人听会生气的话 讲难听一点 今天把你伸到总经理那要怎样 还不是需要别人帮你吗 你就当作亮亮是在帮你 这样不就好了 好了 你不要再说了 你就陪我喝酒 不小心干嘛找我 还有 我不喝酒 我只喝光细为牛奶 要不要来一杯 我现在只想喝酒 喝酒到底可以解决什么问题 好了 光细 你就不要再讲了嘛 你不陪我喝酒啊 来 我给你喝 来 喝茶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学文没有把包胶带 拿给你们 没关系啦 不过学文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都联络不到他 他最近常常失踪 今天也整天关机 很多事情都是厂商联络我 我再去处理的 那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回公司之后 我爸就是维维副总 学文是经理 很多厂商都会直接跳过他来找我 大概是这样让他心里不太舒服 他最近态度很消极 还说我常常有事找你就好了 有时候连我都找不到他 可是我记得以前 你们一起在做房仲的时候 不是都还OK吗 做房仲的时候 学文是老鸟 他什么事情都可以教亮亮 有发挥的空间 对 那时候都是学文在教我的 现在呢 学文在亮亮的公司 亮亮又是他的上司 他可能觉得自己没有表现的机会吧 我觉得我只是你意义上的上司 我对我老公其实没有以上对下的心态 还是说以前他在部队发号施令习惯 现在要听你的 他很不适应 我也不是要他什么事都听我的 其实我都会跟他商量 跟他讨论你 但是在外人看起来 你就还是他要上司 在公司里他应该都要听你的吧 你看连厂商都跳过他 直接来找你 其实我爸让我接副总 将来还是要让学文接班的 现在把我放在副总的位置 也是要让大家知道 不管发生什么事 公司都还是有史蒂芬的你们在 这样你爸爸其实很用心 而且毕竟经营公司 要学习的东西很多 我觉得就要看他心态怎么调整吧 可是我也不知道 其实我家中间很为难 像他今天一整天我都找不到他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那俩你先不要着急 我想学文应该 自己先去设三星 不要太贪心 我们会一起帮忙 谢谢你们 昨天有点好 没事 带来 我给你一整天 带来 第二 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這泡泡喝那麼醉 難道我把你放走不管 那又婷他睡哪裡 他跟凱里去嘉義了 那個大聲音真的很重 謝謝 可是 你怎麼會通知他娘 劉美甲不能通知 我就叫他來 班長 你過來 你過來 你不可以這樣子 才剛結婚晚上都沒有回家 這樣子亮亮很難過 大餅飛 你都亮亮自己講了 好 是不是頭會痛 你看 他很擔心你 莎飛 你是不是應該差不多 要去舞蹈教室了 對 好 你不可以欺負亮亮 十七年都挺你 你有事跟我說 謝謝 好 我先找了 拜拜 兩位 那我也先回去睡覺 昨天扛你扛得真的很累 你們慢慢聊 要有離開再跟我講 好 謝謝 是不是還會頭痛 你每次宿醉 頭痛都很厲害 還好 老婆 老公 光信哥哥有跟我講了 如果我當副總 讓你覺得很卑微 不然我去跟爸爸說 你來當副總 我來當秘書 我也不是這個意思 還是 你在意公司的人說 是因為我才能當經理的 為什麼你要管其他人 怎麼講 我也很想不管 可是不管我怎麼做 他們都不在乎 反正只要發生什麼事情 都有你在 老公 我是史迪芬的女兒 真是沒辦法改變的 難道你想跟我分開嗎 我當然也不想跟你分開 是 我從小就在公司打轉 他們一開始也不相信我可以 我是努力用成績證明的 不過我實在是 不喜歡上場的鞋 我才離開的 然後跟著你 還有多娃姐姐 一起在房中學習 我真的學得很多 高婆 你現在要說什麼 因為你教我很多 那是因為我在房中 做得比你久 我經驗也比你多 就對了 因為我在我的辦公室 比較久 所以我經驗比較多 老公 老公 謝謝你願意來爸爸公司上班 我知道壓力很大 我也可以不要回去 反正那也不是我最想做的事情 但是 爸爸看到我們一起努力 其實他很開心 我爸就是這樣 就是不會做人 不會講話 比較討人厭一點 不過老公 你昨天怎麼可以 一整天都不接電話 讓我找不到人 你不知道我真的很擔心 但我又很怕 萬一我找到你 想跟你講話 然後給你很多壓力 要怎麼辦 老婆 我知道了 是我不好 我這樣子做 太幼稚了 是啊 老婆 你放心 我會 還好好努力 老公 我相信你 我一直到你身邊陪你的 我們一起努力好不好 小妹 走吧 嗯 看什么了 你今天好漂亮 那昨天不漂亮了 今天特别漂亮 走了 走 走 學姐 我們的工作好像是保鏢 那這個 沒關係 大姐來了 我買給你的糖果 你還喜歡嗎 喜歡 謝謝大姐 但我覺得我現在不需要保護 滿安全的 包包學姐 志翔哥說任務還沒解除之前 我們是不可以擅自離開的 不好意思 沒關係 那我等一下帶你們去 喝好喝的咖啡 好 好 好 繼續工作 加油 忙完再帶你們去 趕快去 是 好 差更近一點 來了 喝咖啡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你們保護女朋友 不要這麼客氣 這是我們應該做的 對 這是我們應該的 不過學姐都使用公權力 叫我們兩個去打掃舞蹈教室 我這樣子做得好 好 學姐 我看妳趕快把這個戒指 還給國豪哥 不行 我任務還沒有完成 乔青姐 嗨 四房哥 好 這樣 你今天好漂亮 有嗎 有 謝謝 設計師 設計師的風格 帥 謝謝妳 那裡面請 好 坐 坐這邊好不好 好 謝謝 請坐 對不起 謝謝 謝謝 水 來 幫妳 來 謝謝 謝謝 上飛 我們有約朋友 好 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你好 舒芳 方小姐 那這邊請 謝謝 你們 敷幾臉耶 還現在是妳妹妹 你好 我是蘭怡婷 是蘇帆的嫌女友 這樣 幫我點餐好不好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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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不好意思 上飛她不是有意的 沒關係 我一杯柳神吃去冰 然後再一杯熱美食 好 我一杯熱美食 麻煩再給我一個冰塊 好 稍等 好 對了 這個設計圖 妳只要按圖施工就可以了 妳以前不是畫圖都要畫好幾個月 怎麼現在這麼快 妳不看一下設計圖嗎 不用了 我相信妳知道我要的是什麼 能夠找到一個懂自己的設計師 但是我真的覺得很幸運 的確是 蘇帆 上次不是聊到 妳要幫我設計一個可以在家裡看到外面星星 就好像是兩人溫暖的角落的地方 有嗎 那個陽台就照妳的意思啊 改三片落地窗 我很期待 妳們家應該都是舒凡她自己設計了吧 請問我方便去參觀嗎 請問我方便去參觀嗎 那個陽台就照妳的意思啊 改三片落地窗 請問一下你們家 應該都是舒凡她自己設計的吧 我方便去看一下嗎 家是我設計給我老婆的 而且妳跟她喜歡的不一樣 參觀就不用了 沒關係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好奇 設計師的家是什麼樣子 歡迎參觀 謝謝妳 方小姐 來 Copy來了 乔清姐妳的樂美式 謝謝 妳的流線機 舒凡哥的樂美式就變快 謝謝 不好意思 我的是這個 好 那我幫妳交換 謝謝 你們喝咖啡的習慣怎麼一樣 而且妳有我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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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 舒凡 上次不是說要介紹公班給我嗎 我電話給妳 不過因為現在快顧您了 如果要動工的話要等您後 沒關係啊 我可以先聯絡他們 來 夏姐 今天妳現在怎麼沒跟妳一起過來 我覺得如果對設計方面 有什麼意見的話 可以直接跟水凡溝通比較好 沒關係 不用 我先生他很尊重我 不好意思 我待會兒還有事 今天就當我請客 謝謝舒凡他幫我設計 那我先走了 妳好 我要買單 好 來 謝謝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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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我 上飛 你在看什麼 你們比較有夫妻臉 剛剛那個女生 那個你不大 太年輕 她其實看起來也沒有那麼年輕 我已经了 为什么她也知道温暖的角落 那是以前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曾经答应给她的承诺 所以你把对她的承诺 用在我的身上 当然不是 那个温暖的角落是你让我发现的 她只属于你跟我的 最好是 那你为什么会答应她 来我们家参观呢 她都已经开口说了 当初也是我支持你接这个案子的 她都说了我能拒绝她吗 我没那么小气 你一点都不介意 其实我还蛮介意的 我介意王上飞说你们两个有夫妻脸 我觉得我们两个才有夫妻脸 而且我们是真正的夫妻啊 那倒是真的 你要回家了吗 我要去印刷厂一趟 确认一下贴纸色版的颜色 那我去公司一趟 晚上先吃个饭 看你的表现 我先走了 注意安全 嗯 你这么聪明怎么还是不是做错的 如果我这样闪斗套 不是让小金误会吗 ok fine 那请问你们之间聊了什么呢 就把设计图给她聊的都是公事啊 设计图给她聊的都是公事 那你觉得这样聊了之后 对你跟方总经理之间有什么帮助吗 我现在终于知道你为什么都不会说 因为每一个人都讲不过你啊 我这样听下来呢 我觉得您需要的不是我 是松林 因为我只是个律师 我只能够帮你处理的婚纱授权问题而已 重点来了 她也想穿天机婚纱 您说的她是哪个她呢 初恋 那我很简单 我可以帮你处理婚纱授权收回 但你们之间聊了什么我不知道 不过你真的是应该被我骂的 我之前就跟你讲过不要找她 不要找她不要见面 但你们还是见面 我当然知道能不要见面就不要见面 我这么笨吗 你笨不笨呢 我不敢回答你 因为这问题太复杂了 我需要更专业人士 但是这个专业人士呢 正在包装东西 我们过去找她 我们过去 谢谢你 包容我 什么 谢谢你 你爱着我 你从未放开过我的手 我搭了好远都听到你的歌声 当然 这么好听的歌声一定要大声的 歌曲是好听 但唱的那个人不好听 每个人都在工作 你偷什么懒呢 我有做事 我洗东西 洗什么 洗好了 那些是厨具 你摆在那边干嘛 收起来 没有 唱一点歌 让他们弄的时候比较愉快一点 对不对 老公 你怎么来了 我正要问你 房子不好好卖 跑来卖吃的干嘛 老叔叫我来帮忙的 是啊 快过年了 怕装后来不及 等一下再叫我来帮忙 对啊 林轩医师 不是 今年都没有闹到年菜 明年 记得 好 没问题 一定要来 要不然小资女餐厅的颜值 会降低很多 你是在说志强 他只不过是胡子多了一点而已 我这胡子 那是因为杨景她喜欢仙人掌 你 说帅不帅 说才华没有才华 身高我们就不用讲了 以前三个主厨在一起 是一个三字 现在是一个傲子 你这样过来也会是一个傲子 是怪他们太高 关了什么事 你怎么怪人家呢 你找两个矮的来 你找他别人来 跟你搭 我是律师 好 不要再动嘴了 其实黄总监他也很认真 也很帮忙 周琳 你不要理他 现在最需要帮助的人 是我们的林大设计师 我没问题 我不需要帮忙 对了 那个 包材上面的贴纸都还可以吧 还顺利吗 还顺利吗 顺利 好 水云 总经理 总理好 今天公司只有你们要在 对啊 因为要过年了 可以姐他们去跑业务了 你们继续忙 坐 谢谢总经理 叶铭 你这个主事 总经理 你怎么在这儿 你不是叫我有空 常到公司走走的吗 也是啊 对了 刚才有个女的打电话说要找你 找我怎么会打到这里来 我也不知道啊 用请接的 但她说你们认识 而且还见过面 那她有刘新明电话吗 有 在里面 等一下 叶铭 你先帮我把这个主事 卷的去修改一下 好 那不走 在里面 来 你们进去坐 好 来 这个 等一下 这里马上小姐是谁 杨青本来问她要不要刘全明 但是她说要这样讲 你就知道是谁 这么想去我们家 谁要去你家 就是这个蓝小姐 她就是苏凡的初恋女友 她干嘛要去你家 而且还直接打电话来公司 因为我跟苏凡刚刚跟她碰面 她开口说要参观我们家 我就答应了 只是没想到她这么快就联络我 所以你们碰面了 我不是跟你说要通知我吗 我就帮你出阵 那现在怎么样了 没怎么样 她年轻又漂亮 王上飞还说他们两个有夫妻 这个王上飞 真的真的不会讲话 没事 我只是陪苏凡去教徒而已 你干嘛让她去你家 还是她想要把她家 设计得跟你家一模一样 我跟你说就是直接拒绝她 不要让她去 可是我已经答应了 你答应要干嘛 看到那边人那么多 她开口我当然就答应了 只是我没想到她真的会想去 不过也许因为这样子 我就可以知道 她找苏凡设计真正的目的了 你这样做真的太冒险了 根本是隐然入室 我告诉你她就直接睡你的卧室 没那么夸张吧 就是有这么夸张 你都不晓得前女友这种物章 多恐怖 但我们也都是别人的前女友 我们有这么恐怖吗 那你会跟你前男友联络吗 当然不会啊 那就对了 傻丧的你 谢谢 你没有跟着苏凡这样喝咖啡啊 我喜欢喝热的 喜欢一个人 其实也不需要为了她 把自己所有的习惯都给掉的 这就是苏凡喜欢她的理由吗 蓝小姐 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 打去你公司找你 应该没有造成你的困扰吧 不会 我知道你应该是不想要透过书凡 所以才会打到公司给我的 想请问一下 方便可以去你家参观吗 是因为书凡她这一年内 都没有新的作品 我很好奇她现在的设计风格 当然可以啊 如果你有时间 等等就可以过去 谢谢 谢谢 你先生知道你找书凡设计吗 他当然知道 书凡是业界这么有名的设计师 他都没有意见 房子设计的事情 他全都交给我 他说我喜欢 他没有问题的 好 请进 谢谢 最后鞋可以穿 好 你沙发坐一下 我倒杯水给你 好 这就是书凡为她设计的家吗 来 小姐 来 喝水 谢谢 这里就是书凡工作的地方吗 对 我可以看一下吗 当然可以 书凡她以前画图的时候 都还没有这么好的设备 我最喜欢她以前 拿着制图板 然后有自信地说 要成为最厉害的设计师 没想到现在真的达成了 她也是一样喜欢用手画的 现在设计师不是都用电脑绘图了吗 因为她说用手画的比较有感觉 也比较有温度 不知道为什么她总是对家这么有坚持 你 我爸打的 小时候有一次我爸嫌我吃饭吃太慢 他就把桌上的碗筷 菜全部扫到地上 随着就拿一个水管把我打累的 你这样随便送礼物给不认识的小孩 这样好吗 万一她回去之后 一直如她妈妈怎么办 不会 我小时候也是因为相亲等待 就可以实行愿望 实行愿望的一对小朋友来讲 是无比巨大的 真的 舒凡她会对家这么坚持 那是因为她是一个温暖的人 她希望每个人住到她设计的房子里 都可以感受得到温暖 也就是因为她可以感受到客户的需求 所以客户也都接受她的原则 我想你应该也是因为这样 才会希望她帮你设计吧 其实我找了很多设计师 但就是没有一个动我内心要的感觉 是什么 好险又遇到了舒凡 其实你可以找你先生一起过来看 毕竟那是将来你们要一起住的房子 这样舒凡也会比较了解你的需求 可以设计出你们喜欢的房子 我先生她工作比较忙 而且房子设计的事情 她说只要我喜欢 她没有什么意见 你现在是做哪一行 她是金融业的 她说家里面只要有一间书房 让她工作这样就行了 我们坐着聊 请坐 坐 这里就是舒凡帮你设计的温暖的角落 对 她知道我喜欢有一个可以放空的地方 坐 我还记得那时候她说 因为球签太拥挤 她答应我 一定会给我一个两个人世界的地方 抽签 以前她给我的承诺 那这次舒凡她帮你设计的温暖的角落 是用什么概念 我要请她设计的时候 我们俩还没开始交往 她说我一个人住 要有一个温暖的位置 因为孤独的人需要 那时候我觉得她好奇怪 我并不觉得一个人就代表孤独 她对舒凡来说 很特别吗 后来因为很多人说她的个性很古怪 很有原则 所以我就想说那可能是 设计师的特性吧 所以我就没有干涉太多 舒凡她真的变得好成熟 以前她不是这样的 这什么 乔亲爱舒凡 这是哪里看得出来 我本来想要写 我爱乔亲 但是怕你看到 你会不好意思那么害羞 她其实 还是蛮幼稚的 我觉得她跟我以前认识的她 真的改变蛮多了 可能是因为你吧 舒凡 你不要一直帮我推 你也上来做吗 太急了 你做就好了 上来 我跟你讲 我在想 等我以后有能力 给你一个家的时候 我会设计一个属于我们 两个人的地方 只要可以跟你在一起 我怎么样都好 当初 是我自己放弃的 我这样去英谷 其实我有一些想法 想去改一些东西 想改什么 温暖的角落 我想要把它改成 适合两个人的温暖角落 舒凡她那时候也答应我 要给我一个属于 我们两个人的地方 对 因为秋千太拥挤了 秋千 以前她给我的承诺 原来 那就是舒凡当初给她的承诺 明舒凡 她现在是你的情人吗 当然不是 那她是你的敌人吗 也不是 我跟她的事情 都已经过去了 我只是担心你不高兴 舒凡 你可以帮我设计同款的婚纱吗 设计婚纱不是我的专业 不好意思 舒凡 既然你们是朋友 莱昭姐很喜欢你的设计 你不要一开始就拒绝人家 小青 我有我的坚持 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听人家 但是唯独这件事情不行 请问一下你们家 应该都是舒凡她自己设计的吧 我方便去看一下吗 家是我出去给我老婆的 而且你跟她喜欢的不一样 参观就不用了 那个婚纱 舒凡花了很多心血 最后也愿意配合 授权的婚纱公司 蓝怡婷的事 是我要她大方一点 去接那个案子的 而且蓝怡婷也要结婚了 我何必想那么多 不管谁对谁走 是谁谁放了手 我只想要重来挂 好个 邱总对你请假 一个礼拜的事情 有些违迟 你现在还要再延时间 你这样不行 该回去上班 还是要回去上班 你这样 邱总知道会很失望 又婷 我真的有我的苦衷吗 好过你到底有什么苦衷 你还没处理完呢 不就阿南的事吗 或是你自己答应 你哥的事情 你就要遵守承诺吗 我答应他 我说事情处理完之后 我就回去上班 可是现在事情 才处理到一半了 我相信这个阿南一定会出现 我要等他出来 待会儿楼下整理完 记得还有楼上的房间要整理 我十二点会检查 尤其是你邱婷 有没有问题 没有 就像你上次说的 不要留有遗憾 这里永远都是你的家 一条红色的围巾 恭喜我们的相遇 亲爱的学霸张佳佳 你愿意嫁给我吗 具体到了 你愿意嫁给我 到底有什么简单 我愿意 boxes 谢谢你 猜猜 Fran 听听我懂嘿嘿 我说好运走 祝你风声又随即 我说太深造 祝你大吉又大礼 公嘿妹公嘿公嘿公嘿妹 祝你好运年年 全家幸福团圆 全家幸福团圆 好运走 公嘿妹公嘿公嘿公嘿妹 帅帅永远 我们祝福你 公嘿妹公嘿公嘿公嘿你 天天没到飞起 我说好运到 祝你风声又随即 我说太深造 祝你大吉又大礼 公嘿妹公嘿公嘿公嘿你 祝你好运年年 全家幸福团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